欸接下来就到我们的 一赢NBA的单元啦 哎呦 据说我最近的胜利不错 然后明天呢 明天又是1111购物节啊 所以我们为购物节呢 准备一点礼金啦 所以明天跟着我走就对啦 首先要来预测 这场呢就是 独行侠客场面对公牛的比赛 欸 没有想到把独行侠开季 竟然也拿下了七胜三败 在战绩方面呢 跟公牛队可以说是平起平坐 而且昨天他们击败醍醐之后呢 最近是拿下了三连胜 这三连胜当中呢 包括了前面曾经有一场主场了 大家还记得吗 Donchich在这个45度角 非常远的距离 靠近边线绝杀 打败了赛尔提克队 不过 独行侠本季的成绩啊 是自2014-15年 当时叫小牛队之后的最佳战绩 而拉一年的小牛队呢 是拿下了50胜 也是2011年之后最佳 所以今年的独行侠 独行侠会不会有50胜呢 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最近的7胜当中 你细看一下有6胜呢 是打败东西区都在8强之外的球队 所以独行侠真正的硬仗 还没有出现 这场面对公牛的比赛 可能就是他们硬仗的来临了 除了Donchich之外呢 新的总教头Jason Keith 似乎重用板凳上的Bronzen 另外Reggie Bullock 最近上场时间也慢慢的增加 独行侠还在磨合当中 就要碰到公牛队 公牛队的开机成绩当然也不错 7胜3败 那昨天在主场呢 是斩断了篮网队的5连胜 近况相当的不错 而且我们也提到了那位菜鸟 阿妖 Dosumu 这个很难念的名字 他在那场比赛单场15分的发挥 但这也是公牛队的隐忧 除了Lavin跟The Rosen 然后这个小菜鸟之外呢 公牛队事实上板凳的战力 是比较薄弱 他们替补上场时间15.4分钟 联盟最差 替补的得分24.7分 联盟排名第29 所以只靠主将 这是对公牛来说明显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那么另外呢在一场比赛当中 公牛队只投进了9.5个三分球 所以三分外线对他们来说也是比较辛苦的 那公牛队要赢 赢在哪里呢 赢在防守 因为他们的防守效率值在联盟排名第4 所以我们的分析师呢 开公牛队让3.5分 我个人觉得以公牛的防守 公牛会破关 好明天要分析的第二场比赛是 灰狼做客面对勇士 灰狼队今年球季只有3胜6败 而且呢最近吞下了5连败啦 近4败他们的平均10分达到了117.5分 非常的高 而且自从KAT啊 在Twitter上面FreeKAT按赞之后 这支球队的股价呢 就有点血流程和不断的下滑 那灰狼队呢他们拥有KAT 2015年的选秀状元 又有Anthony Edwards去年的选秀状元 哎有两大金幽谷 但是呢他们的得分呢 却没有反映出他们的才华 得分104分联盟排名第23位 篮板联盟排名第23 助攻联盟排名第19位 所以没有办法打出灰狼队的体系 他们的球自己教练都讲了 流动不佳 9场比赛呢有7场 他们都曾经领先对手双位数 但最后灰狼队是没有办法拿下胜利 这败在什么呢败在非常差的投篮选择 哎来看看勇士队了 勇士队这场比赛我们的分析师说 开出让8点5分 大家都知道明天就是光棍节了 所以让勇士帮你清空你的购物车吧 我们就压勇士就对了 为什么呢 相信我接下来数据绝对有说服力 因为他们的防守效率只是联盟排名第一 对手的Fill Go命中率42.2% 联盟排名第三 而勇士的阵容今年豪华到就像是热炒克力一样啊 已经满出来是非常非常的香甜啊 那K汤加Weissman他们两个归队之后呢 这群勇士队到底该割舍谁 现在可能会让教练非常的伤脑筋 而且勇士主场今年球季平均的胜分达到15.7分 所以让8.5分你还不买吗 前面一场灰狼对勇士 我个人觉得预测准确率 我的信心指数大概有90% 但接下来这场比赛 我的信心指数大概只有60% 为什么呢 因为热火跟胡人的比赛老实说 是今天三场预测当中我觉得最难猜的 不过我要给胡人迷一些正向的鼓励 我们不是只有在赌嘛 我们还要看这支球队有没有胜率会不会突破5成 胡人队现在当然已经突破5成 我们希望他继续的往下走呢 昨天在OT打败了黄蜂队 而且Melo在那场比赛呢 得到了29分投进了7G3分外线 而且除了Melo之外呢 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人是我一直在 complain的Russell Westbrook 大家知道吗 昨天从第4节到延长赛 他总共上场了超过16分钟 在这16分钟里面呢 Westbrook有几次出手 只有2次出手 另外他抓下了8个篮板 传出了5次助攻 所以当Westbrook变成嘴绿的时候 胡人队就要赢球了 不要出手就把球送给Melo 或是送给其他队友就对了 所以胡人队我觉得 现在再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去 他们应该有机会越打越好 而且刚才提到了Kamelo Anthony 本季大家知道吗 在三分外线一场比赛 平均出手5次以上的球员 谁的命中率最高 你猜猜 不是昨天拿下50分的Stefan Curry 还有人比他三分球命中率更高 那就是咱们的Melo 今年的Melo三分外线6.8次出手 平均近3.5球 52%的三分命中率比Curry的48.3%还要高 他是联盟第一 Curry排第二 所以Melo继续的出手 继续的让大家依靠你吧 那说到胡人队做出改变 热火队呢 热火队昨天啊 输给了金块队 所以他们本季的战绩呢 现在变成了七胜三败 Jimmy Butler 士官长的表现依旧抢眼 但是呢 热火队只有两个人 能够做到这个比较好的表现 其他人的状况是比较低迷的 另外啊就是我要提 明天如果你要买彩券之前 特别看看这几个人会不会上场 因为Taylor Hero传出了背部不适 Artavaggio在昨天的比赛跟对方撞到了膝盖 明天会不会上还不知道 另外PJ Tucker肩膀受伤 Kyle Lowry昨天我们有讲嘛 他八头零重之前脚踝扭伤 所以如果这些人明天继续是这样的状况 甚至有人没上场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运彩分析师 开盘热火让3.5分 这回我要大压胡人队好吗 那我们下巴要打通了 我们下巴的同学 希望大家可以试试看 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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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